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Python计算机视觉课程的第14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掌心美少女,什么意思 今天呢,咱们要活用指尖技术呢 完成掌心美少女的应用程序的编写 让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检测指尖位置,计算坐标,显示图片 显少序,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画面演示 大家请稍等,今天呢,我得把我这桌子弄开啊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 等我准备出一只手啊 大家请看,这个是我的手,对吧 咱们呢,就在屏幕当中 我手上呢,什么都没有 但是大家注意看哦 好像有东西了吧 大家注意看 啊,请看 这是不是一个美少女 完全承认啊,绝对是个美少女 我把这个美少女抓到我的掌心当中 OK 今天呢,咱们就要完成这个应用程序的编写 该怎么编写呢 今天呢,有两个工作要做 首先,编写代码 检测指尖位置 计算坐标 并显示图片 然后呢,咱们做动作确认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就给您讲解一下 我的代码是如何编写的哦 那儿呢,咱们做和视频当中 以后,我们还可以翻译